在大多数人的认知中 荆州之所以丢失 就是因为关羽脾气太过高傲 拒绝了孙权的求亲 出言侮辱 得罪了孙权 所以才遭到报复性偷袭 最终荆州一手 关羽兵败而亡 然而在正式中 荆州丢失的原因 远没有这么简单 从大的方面来说 荆州的丢失和关羽拒绝孙权联姻之事 没有任何关系 这仅仅是一件小事而已 不足以引发两国的大战 国家和国家之间 主要讲的是利益 并不会因为不联姻 这么一件小事就开战 事实上 孙权之所以打荆州的主意 主要就是因为 关羽将大量的军队 带去了繁城前线 荆州后方空虚 让孙权看到了机会 关羽没有发动相反之战前 孙权的表现可是非常好的 即便刘备和曹操在汉中 打得你死我活 孙权也没有对荆州下手 反而是跑到合肥 助攻了一波 可见关羽助手在荆州时 孙权根本就看不到任何机会 众所周知 吕蒙这个人对关羽的敌意 是非常大的 早在鲁肃活着时 他就一直怂恿孙权 进攻荆州 只不过当时的孙权 知道荆州不好打 所以心思一直在曹魏这边 他一直想进攻徐州 孙权想要打徐州 问吕蒙的看法 吕蒙认为徐州能够打下来 但是守不住 因为江东增兵过去不好走 而曹军的骑兵可以转瞬极致 所以即便打下徐州 也是守不住的 还不如打荆州 孙权觉得吕蒙说得好 然而他转头就继续派兵 去攻打合肥了 令人感到非常奇怪 其实孙权的行为很好解释 相比于荆州 合肥才是对东吴 威胁最大的地方 荆州在刘备的控制之下 对东吴的威胁 算不上非常大 占了荆州 孙权能够得到一大块地盘 而不占荆州 孙权损失不大 所以说孙权对于荆州的态度 是可有可无的 但是合肥却不同 合肥距离江东附地太近了 是时刻悬在孙权头上的利剑 莫拿下合肥 孙权寝食难安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虽然孙权屡战屡败 但是他从未放弃过攻打合肥 相比于荆州 合肥更重要 说白了 孙权对于荆州的态度 是可有可无 能拿到手是最好的 拿不到手也无所谓 他之所以会出兵偷袭荆州 只是因为他看到关羽大军进攻樊城 后方空虚 并不是因为他和关羽关系不好 王大了说 荆州的丢失 只是因为荆州太过空虚 给了孙权可乘之机 而王小弟说 荆州的丢失 则是因为梅芳 富士仁的背叛 关羽出兵樊城后 他也知道荆州后方空虚 容易遭到东吴的偷袭 所以他亲自督促手下 加固了江陵城 并将兵器物资 及士兵的家人都迁入了城内 最后让最信任的梅芳 负责守卫江陵城 在关羽看来 由此三项安排 足以守住江陵城 一旦荆州遭到偷袭 只要梅芳守住了江陵城 那么关羽就可以及时回军支援 关羽带兵回来 东吴自然就没办法拿下荆州了 关羽的想法是好的 但是他漏算了一点 据《水晶柱》记载 关羽专门花了两年的时间 加固江陵城 让人觉得非常奇怪 但如果我们把时间往前推 便会发现 关羽之所以这么干的原因 两年前 孙权率领十万大军进攻合肥 结果不仅合肥没拿下 吴军还被张辽打得大败 孙权差点生死 关羽曾经和张辽在曹营并肩作战过 他是了解张辽的 张辽能够把孙权打崩 那么关羽自然可以 而且从战事来看 吴军的攻城能力实在是太弱了 十万人竟然攻不下几千人的合肥 能力太弱了 所以说 关羽加固江陵城 就是为了防备东吴 很多人认为 梅芳之所以投敌 是因为关羽威胁要杀他 但大家不要忘了 梅芳是刘备的小舅子 刘备这个人非常重感情 关羽怎么敢杀掉梅芳 按照三国志关羽传的说法 梅芳很可能早就和孙权有勾结了 投降并不是偶然 综合来看 荆州丢失的真正原因 主要有两个 一是 关羽把大部队带走了 荆州防守空虚 给了孙权可乘之机 二是梅芳突然背叛了关羽 打开了江陵城的城门 那么若是诸葛亮留守荆州 他能够守住荆州吗 在本文看来 诸葛亮是完全能够守住荆州的 原因主要有三个 一 诸葛亮善于协调人事关系 诸葛亮在刘备集团的地位非常高 以他的威望 必定是能够统帅诸将的 除此之外 诸葛亮这个人 其实非常善于协调认识关系 有他在其中斡旋 即便梅芳 富士仁对关羽不满 他们的矛盾也不会爆发 梅芳和富士仁 是不敢打开城门投降的 事实上 若是诸葛亮留守荆州 那么关羽的大本营江陵城 应该是交给诸葛亮 所以说 负责守卫江陵城的人 应该是诸葛亮 梅芳只能给诸葛亮打下手 权力被进一步弱化 这样的话 即便孙权暗中引诱美方 美方也不能 甚至不敢打开江陵城 二 东吴军队攻城能力弱 东吴军队的水战能力 确实首屈一指 但他们的陆战能力 那可就真的不敢攻伪了 吴军应该是 未属吴三国中 陆战能力最差的军队 他们打了那么多次的和非城 最终都杀鱼而归 面对比和非城还要坚固的江陵城 他们怎么可能打得下 很多人对于江陵城的坚固性 没什么了解 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证明 就在仪陵之战后不久 曹丕开始分兵南下 征讨东吴 各路吴军节节败退 唯有江陵城的吴军 牢牢地挡住了曹军 当时为了攻破江陵城 一举击败吴军 曹丕亲自前往晚城督战 张和负责切断 孙权对江陵城内吴军的增援 曹真下侯上 负责带兵攻城 结果在如此豪华的阵容下 江陵城危然不倒 即便城内只有五千守军 曹军仍然没有攻下来 足见江陵城的坚固和一守难攻 东吴猛将朱燃 凭借江陵城抵挡曹军长达六个月 一举改变了战场局势 令天下震惊 此战的胜利 除了证明朱燃军事能力强悍 更加证明江陵城的一守难攻 物资储存巨大 由此坚程在手 再加上诸葛亮亲自坐镇 吴军怎么可能打得下来 三 关羽兵力未损 江陵城坚固 物资充足 但毕竟守军少 所以诸葛亮也无法守住很长时间 不过关羽那边却带着大量的军队 相反战场 关羽虽然被徐黄暂时击退 但损失并不大 他仍然掌控着汗水的交通线 只要关羽撤军回来 不仅江陵城可以守住 而且关羽完全可以出兵 击退武军 历史中 关羽之所以最终重判亲离 乃是因为手下的家人都在江陵城 都被吴军俘获了 大家投鼠忌器 不愿意再打了 而诸葛亮守住江陵城 则保住了荆州兵的家人安全 为了保护家人 荆州兵必定能够发挥出极强的战斗力 击退吴军 守住荆州 如果您觉得本期节目还不错 请您别忘了按一下屏幕右下角的订阅按钮和小铃铛 方便下次给您带来更加精彩的节目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